哎 欺负你来了 欺负你来了 欺负你 欺负你来了 欺负你 欺负你了解 听闻责义后面是什么公司传出来的 什么公司是什么公司嘛 你有客人说你一直干承识的一个婚姻 对此你有什么解释的吗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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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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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别拍了 你们先看别 别拍了 请问你 不好意思 我们手走到一步的 都拍了 都拍了 这天天见你 有没有关系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别拍了 别拍了 别跑啊 别跑啊 都别拍了 都别拍了 对不起 她们俩不关系 这不就是 你俩不关系 你俩不关系 你没事吧 提夫妮 他们有没有伤到你 弄疼你了没有 对了 我最近有设计一个新款的冰淇淋 特别好吃 你要不要尝一尝 吃甜食 会不会让你心情好一点 那要不然这样 你如果实在不开心 你可以骂我两句啊 你打我两下也可以 喝点热水吧 水 我的事你少管了 等一下 你是因为我看到那一幕 你才生我气的吗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 闯进我的生活里来 而且在我最狼狈的时候出现 我警告你啊 你离我远一点 少烦我 松开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幼稚 你找我干嘛 到底怎么了 天然人呢 你找到他了吗 没有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啊 怎么憔悴成这样 我认识你这么久 从来没见过你这个样子 天天都跟中了邪一样 你找我来就说这些啊 我说的不重要吗 你是一个偶像 你是一个艺人 形象很重要 你以为你的粉丝喜欢你什么呀 你原来做得很好呀 身材管理 形象管理 情绪管理 你怎么跟今天什么都不会了一样 我跟你说泽一 你再这样下去 我真的很为你担心 我挺好的 有什么好担心的 是 你挺好的 你知道我每天要接多少个电话吗 但凡跟你有合作的品牌客户 每天都给我打无数个电话 来问许你的情况 就生怕不知道哪天你又爆出来什么事情 你就跟个定时炸弹一样 你知道吗 我不在乎 我知道我最近状态很差 但我脑子真的很乱 好 那我们先不谈工作 你不是想谈感情吗 我跟你谈 对 云淑和天然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你搞清楚了吗 天然会不会因为保护他和云淑之间的这段感情 而对外宣布他和你的婚姻只是一场契约 我跟你说到时候别说感情 你连工作都没得谈 我喜欢上他了 我喜欢他 我喜欢我 我喜欢他 你自己不是做的 你怎么做的 你怎么做的 我自己看起来 你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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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你在哪儿 我们见面聊聊吧 忍不住了 照片是你找人拍的吧 会有那么无聊吗 不过我倒是很想知道 到底是谁在背后做这件事情 不是你 也不是我 那至少操纵舆论 往天人身上铺脏水这件事情 跟你脱不了关系吧 你知道我的态度 如果你不及时收手的话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与其有时间 把我约在这个鬼地方威胁我 你不如多花点时间陪陪天然呢 如果泽医真的找到她了 我想你也没什么机会了吧 什么意思 泽医说她挺喜欢天然的 怎么样 是不是挺后悔当初拒绝我的提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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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 我要吃饭了 天然 吃饭了 耶 想什么呢 没有 是想回去了吗 尝尝这道小炒肉吧 是这家餐厅的招牌菜 好 是一段我很喜欢的音乐 如果你有不开心的时候 可以拿出来听一下 或许会有帮助 谢谢你 允叔 吃饭 多吃点儿 不是饿了吗 不是饿了吗 不饿了吗 还算我饿了吗 我饿了吗 我饿了我饿了 我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 你说让我原谅他 我才不要原谅他呢 谁 谁喜欢他了 你都不知道 他就是个大坏蛋 他 他对我 可是 就这么原谅他了 也太便宜他了吧 说 你是不是金泽医派来的 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